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放开我 你到底是谁啊 王爷 怎么会是你啊 我真没想到 你竟如此大胆 你跟她有什么过节 她是你仇将 那人可是个亡命之徒 你怎能如此冒失 我只是想跟踪她 看看她的住处罢了 谁知道竟会被发现 结果呢 你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上 就算你要跟踪 也应该找人帮忙啊 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发现她的踪迹 对不起 王爷 让您跟着担心了 等等 现在天色已晚 你一个人回去 我不放心 我说 我送你回去 若是王爷想借此套我的话 请恕霉仓 不能如实相告 你放心 你不愿意说的话 我不会强求你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楚 走吧 怎么办啊 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好 我还以为 你还以为我不过是个闲散王爷 私体不勤 骨骨不分啊 只是闲时随便练了些小把戏 不为别的 这位能用得上的时候不拖累别人 还有 可以帮帮朋友的忙 想来王爷的朋友 自然也是人中龙凤 应该也用不着别人帮忙吧 你平时就是这么夸自己的 霓裳不敢高攀 不是 我说 你这个人吧 平时看着挺清楚明白的 怎么一说话总给人添堵啊 我 我又怎么了 先躲个慌 那个杀手认出了我是谁 一定不会就此罢休 他会不会 去找指使他的人商量对策 那如果再想办法跟踪 会不会就能查出 当年指使他的元凶是谁 去 大哥 没有 我们 我们 下到 吧 的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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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uss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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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们 我 蔚芸 蔚芸 你这是怎么了 二叔 我杀人了 我杀了神了 什么 你为什么要杀他呀 他伤害了你 他伤害了苏家 你能够此人不死 我们不能安你啊 你糊涂啊 你做这件事 要先跟我商量一下 我们商量一个完全之策出来 你现在自己一个人 在大街上把人给杀了 这万一官府追查起来 你 我 我 我 二叔 二叔求你救救我 如果公府追查起来 我就忘了 我们苏家也就忘了 二叔你救救我吧 来 你先起来 喂 你动手时刻有人看见 那就好 这事万不可对外生长 记住了 可是 这事由二叔来处理 毕竟 也是为苏家除害 这把剪刀石 是 我才听着剪刀 我就是用这把剪刀 文玥 这把剪刀可是物证 可不能乱丢啊 刘二叔替你处理吧 你把你身上这件衣服 找个地方给我烧了 好好回去休息一下 等明日起来以后 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记住了吗 文玥啊 咱们苏家的事 可是一装俱容 一损俱损 一笔写不出两个苏字 从今年起 你跟二叔之间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了 现在是咱们 同心协力对抗外敌的时候 你可明白 多谢二叔 是 陆王殿下 许久没来咱们宫市局转转了 想来是在天家那里 又领了什么美差 就把属下给忘了吧 袁大人说笑了 我一个大贤人 天家哪有什么美差给我呀 不过是最近在街市 嫌逛了我 殿下有什么心得 宫市集自开市以来 兴旺鼎盛 实属袁大人致事有功 不过 这假冒劣质货品 充斥其间的传言 也颇有耳闻 不知袁大人对此 有何对策 都说是无奸不商 难免会有这种 钻进前眼里的人 不过还请殿下放心 下官一直在治理此事 一旦抓到绝不手软 这些手段再寻常揭示 耍耍也便罢了 如果带到我宫市里来 绝不轻饶 不过 本王却听说 进入宫市 极为轻松 只要上缴所谓的人头费 货品带入宫市便可通融 可有此事 不知这人头费 添加可有阴云 陆王殿下 此事无凭无据可不敢乱讲 所谓的人头费 下官闻所被问 既然如此 本王就放心了 添加派我来督管公事 自然要多问一句 是 对 参见洛王殿下 袁大人 你怎么才来 不知道今日洛王殿下要来吗 两位大人有所不知 其实下官早就来了 只是这公市区旁边的灰云像 昨晚出了人命 这府台大人差人来问几句话 这便给耽搁了 什么 灰云像死人了 对啊 说是昨夜一个地痞被杀了 本王还有事情 就先走了 殿下 恭送洛王殿下 大人 他这次来 还能有什么事 人头费 先缓一缓 这位温申爷 又来找不透根 那你把昨天的一礼 这个人 什么人 我去哪 那天 有什么地方 你去哪 你去哪 那天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大晚上就不要一个人出去 万一真有什么威胁 那我也保护不了你啊 你烦不烦呀 干嘛吓唬我 欧阳公子 您怎么来了 我来找霓裳 霓裳在后面呢 里边请 怎么了 你跟这儿瞎见什么意气 这些人不烦了 就是这个人 没一个证件 昨夜巷子里那个人死了 你知道了吗 我刚听说了 我就猜到可能是他 昨晚我送你回来之后 你可自己又出去过 你是在怀疑我吗 我也知道不可能是你 但你昨夜企图杀他 他又碰巧 死在慧阴巷里 在没问出真相之前 我是不会动手的 什么真相 来找霓裳的人多 说明他人缘好 大家都喜欢呗 你瞎吃什么醋啊 不也有人喜欢你吗 我 舅妈您什么意思呀 您不会是在说我吧 我可没有 你没有 你不喜欢陈天呀 我喜欢他干吗呀 我闲的呀 还是我眼睛瞎呀 我就这么讨人嫌呀 小泡片站住 把话给我说 说清楚 好 你不说也没关系 总之我只要知道 这件事与你无关就好 可是 究竟是谁杀了他 听说此人专横跋扈 作恶多端 劫仇无数 有这么一日 是迟早的事情 那 我先告辞了 好 那个人就这么死了 如今线索也断了 幕后指使是谁 就一点眉目都没有了 好 爹 娘 姐姐 霓儿要何事 才能为你们翻案 好 文宇哥哥 谁 是我 我特地给你熬了生汤 快趁热喝吧 来 我特地给你熬了生汤 我没有胃口 你拿回去吧 你乖乖听话喝了他 二叔的话要听 我的话 你也要听 我不喝 我不喝 我说了 那你想怎么样 顶着这张失魂落魄的脸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昨晚干了什么吗 文秀 你 昨晚你跟二叔在房里谈的话 我全都听见了 你都知道了 你很想要做 你去做什么 我说你都知道 你去做什么 那些儿子 是要做伤害 我说我 你去做伤害 你去做伤害 我猜得你 你去做伤害 你去做伤害 那你真的 不会告诉别人吧 说什么傻话呢 我与你的秘密啊 又岂止这一个呢 文秀早已将自己 当做是苏家的人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只要有我在 没有人能伤害你 来 张嘴 听话 你干吗 你拉我出来干吗呀 你拉我干吗呀 元翔 我到底哪儿不对了 你告诉我 我可以改 我怎么掏你闲了 那个 诚恳请教 这是我的态度 对吧 您坐 舅妈 给咱们元翔来一壶 上好的碧罗春 我得好好向元翔 元翔是哪一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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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官爷 您是来找霓裳 做 做衣裳呢 做什么衣裳 我们是奉府台大人之命 先来捉拿杀人疑犯 霓裳 什么 杀 杀人 表小姐 昨日在婚姻 向杀人的凶手 已经抓到了 竟然是方氏那个霓裳 听说官差抓了人 直接押上公堂受审了 真是胆大包天 她为何要杀人呢 杀人 冤凭哥哥 冤凭哥哥 不好的儿 赶快去通报啊 老爷 诺 冤凭哥哥 大人 民女每日埋头做工 行归蹈取 不知犯了何罪 还请大人明示 昨夜有人被杀死在惠英巷中 据赌方老板指认 此者是赌方的客人申嵐 此事可是你所为 民女官王 大人如此认定可有证据 来啊 上误证 你可看仔细了 这到底是不是你的东西 这把剪刀是 这把剪刀是我在地上剪的 我就是用这把剪刀杀到身来 等一下 剪刀上清清楚楚地刻着方式制一的字样 请我们多方打探 数人证明 这就是你常用的那一把 而且我们是在杀人现场的地上剪刀的 确计犹在 还有何狡辩之处啊 这把剪刀可是物证 可不能乱丢了 有二叔替你处理吧 剪刀确实是我的 但人不是我杀的 证据确凿 还敢抵赖 冤枉了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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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堂之上 如在宣闹 与嫌犯同罪 站住 有事要面称府裁大人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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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家赴税的事 还是改日再说吧 今日不是时候 走吧 走啊 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你不能为了他 葬送苏家 所有人的性命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赶紧跟我回去 赶紧跟我回去 走啊 来啊 给他上刑 去取他的嚣张气焰 等等 大人 对 仅凭这把一朝不慎一落的剪刀 就想定民女的罪 民女不服 如若武座 验证那人确惜民女所杀 民女全凭大人处置 绝无二话 好 来啊 传武座 好 大人 你把验尸的结果 说给嫌犯听听 回大人 尸首共有刀伤三十二处 刀口细而深邃 却系剪刀之类锐物所赐 且剪刀上的血迹 色泽与宁节度 与尸首上的血迹相吻合 可见这把剪刀 确实杀人凶器 好 糊涂 退下 诺 嫌犯 你还有何话可说呀 大人 像我这样一个女子 绝没有如此大的力道 能连刺三十二刀 一刀刀身损 难道使剪刀之人 没有嫌疑吗 请大人明察 是啊 请大人明鉴啊 请大人明鉴啊 大人这都是冤枉的呀 大胆嫌犯 休得狡辩 本官除了物证 还有人证 来啊 传人证 小人见过府台大老爷 你把昨日见到的情形 如实陈述 诺 大人 昨日这位姑娘 来到赌坊门口 行迹诡异 见到深邃后 还向小人 打听过深邃的不复 我确实是去个赌坊 可你并未亲眼所见我杀人 那要是你没起歹心 你怎么会 跟我问了她的去向之后 立刻就追了过去 好了 你先退下 诺 你先退下 你先退下 这回 你还有何话可说呀 大人 我打听深邃 确实乃民女私事 但不能因此 判定民女是杀人凶手 剪刀是在我外出两体才衣时已落的 还请大人明察 还我清白 民女叶蓉 前来作证 参见府台大人 大人 昨日霓裳跟踪深蓝 碰巧被民女看了 民女觉得有些奇怪便就跟了出去 可是却在小巷中亲眼所见 绚蓝已倒地殷势霓裳 用剪刀杀死的她 怎么可能 我胡说呀 你为何说谎 我根本没有杀人 你怎能亲眼所见 大胆 叶蓉姑娘请退一次 人证物证俱在 休得狡辩 对 给她上行 诺 大人 上网 大人 上网 大人 干吗 大人 有没有了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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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拼了 乘君 霓裳 混乳 大人 招还是不招 我没有杀人 继续用刑 等到他招为止 你招什么招 千字画鸭 你我都省事了 静女冤枉 静女无罪 死到临头 还敢康法 证据确凿 又不得女人招 这是 这是要干什么 光天化日 朗朗前官 大人岂敢 万公国犯 驱打成招 光天化日 朗朗前官 大人怎敢强项给人定位 大人 这么多老板手都看着呢 大人 怎么能驱打成招啊 魔法呀 本官也绝非驱打成招之意 不过人正物正俱在 本官按规矩结案 既如此 来呀 将嫌犯打入大牢 隔日宣审 吹唐 霓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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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难道自己还要往坑里跳 可是这样会害了霓裳呢 我不能害了霓裳呀 那你就可以害了苏氏一族吗 如果你去自首 势必就要成命 苏家做他的家业 就要毁在你的手里 你不会你自己想 难道你也不会苏家 剩下几百口人着想吗 这个霓裳本来就不是 什么省了的灯 你跟他在一块儿 能有什么好气功 难道又为了他 毁掉整个苏家 为了我们大哥 如何去面对列祖列祖 从今日起 没我的命令 你不准从苏家办法 直到此事了结为止 二叔 事关苏家的前程由不得你 来人 给我看住他 不 二叔 尾云哥哥 你不能这样 尾云哥哥 你不能这样 尾云哥哥 你不能这样 你们放手 尾云哥哥 怎么会这样 尾云哥哥 你不要难过了 你不要难过了 男儿当以大局为重 方才二叔的话虽然无情 但却是自私贞窃 相比霓裳 苏氏的整个命运 不是更为重要吗 人生难免会有所驱舍 所以你也不要太难过 这都是命啊 况且 我会陪在你身边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文宇哥哥 最近你还是不要出门了 在家看看书也好 晒晒太阳也怕 反正家里大 总有法子打发世界 你也要和二叔一样吗 这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 那如果我一定要出去呢 没有如果 没有二叔的秘密 你出不去 少爷 少爷 不 不 少爷 晨晨 怎么样啊 你说话呀 怎么样了呀 说话 我去找王爷了 王爷说一定会想尽办法 叫霓裳出来 但是我和小璐出来的时候 看到城南贴的告示 一场杀人罪名已定 收押天牢 在 何者看以后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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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奋战 什么 罪名定牢 那告示都贴出来了 怎么可能这么快呢 应该是有人不想让霓裳姑娘过的 霓裳姑娘人这么好 是谁忍心下了多少 小璐 您怎么知道的 我赶紧告示了 那个申蓝的身份 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王爷 就一泼皮无赖 仗着会点武功 平日里哼行八道 得罪了不少人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身份吗 平日里 可有与她走得近的人 应该是没有 此人行踪不定 暂时 王爷 您快想想办法吧 再这么下去 霓裳姑娘的名就要跑不出了 对啊 通常从收押到定罪 要一个多月 我们还有时间 先找到证据 有了证据 才能救她出来 对了 王爷 还有那个叫夜龙的 我最近查到 她准备书身 她准备书身 熟身 如果要熟身的话 早就熟了 为何现在突然熟身呢 吃饭哪 刀儿 开门 来 吃饭了 来 吃饭了 我 怎么了 大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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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就好了 来 来 来 谢谢你姑娘 让你见笑了 我看你年纪轻轻 对 花容月貌的 没想到跟我老婆子 一个瞎着 也是杀人犯 大娘 我没有杀人 我也没杀人 那不过是恶爸 看上了我家几目两天 就诬告我杀人 那所谓的被杀之人 还藏在他远房亲戚家 那为什么您不申冤呢 申冤 像谁啊 谁会听咱们这些 没权没事的小老百姓说话 姑娘 你是个好人 我绝不相信你会杀人 可这就是咱穷人的命 杀命吧 我把我拿走 我希望你有一事 不是你 老公 别多多一点 他们找到你 你带走 我一个人 我还会報到你 你也没什么 你不想吗 你不想走 你不想走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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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温宜哥哥 温宜哥哥 您看我亲手插的花 好看呢 我吩咐厨房做了鱼肉羹 这会儿大概做好了 我让他们送来可好 你要怎样才能开心一点 放我出去 那可不行 那就什么都不必说了 那你告诉我 你出去要做什么 我要去牢里看看霓裳 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合适 霓裳难子已劫 待过堂化压后 就要问展览 你说什么 你救不了他 又何必白白去送死 不 我不能让霓裳帝国去死 放开 那你又能不能让呢 放开 少爷 用苏家所有人的性命 去换回霓裳吗 表小姐 二叔回来了吗 回来了 二老爷在书房 我出去一趟 要是少爷问起我 你就说我有事出去了 表小姐要去哪儿啊 有人来看你了 有人来看你了 没想到吧 我来看你了 如此难得来看我消化的机会 你怎么会错过 瞧你说的 童窗一场 还不允许我感念过往 来送你最后一场 如此 真是多谢严大小姐了 来 来 放开 放开 快点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放开我 叶温兄 你要干吗 这怎么可以啊 怎么还像在外面一样 张扬跋扈 你们这是滥肉死刑 放开我要见关 我 各位里边请啊 里边请啊 公子 进来看看呀 是啊 咱进去看看去 谁呀 是我 翠弘 什么事 有客人找你 大娘说了 客人身份尊贵 非你不可 什么意思啊 大娘已经收了我的银子 说好今晚就放我走的 你也是知道大娘的 眼看就要放跑你这条大肥鱼 岂我不扎干你的道理 去吧 别找不痛快 我知道了 叶蓉拜见公子 不知公子想看哪一段舞蹈啊 听说你在五级大会上 跳了一段舞 曾经轰动了整个京城 那是叶蓉的献丑之作 让公子奸笑了 你当初身上穿的那套舞衣 可还记得是谁给你做的 姑娘 那是什么人 银子是不不贵的 你先想想想到 你为什么要跟我 你宫俺 都过了 你不肯定 你都过去 看看我 这个定位 我只能承受你 你若看见了她 为何没有看到我呢 如果我现在去官府揭发 证明你在说谎 陷害霓裳 你想过后果吗 不 我不能吃官司 你不能吃官司 霓裳就可以吗 你在天香楼做武器教习 一年不吃不喝 顶多五十两银子 而你前日交给 齐大娘的熟身银子 却足足有六百银 这么多银子 是从哪儿来的呢 只要我将这些一一 交给官府调查 还能熟身走人吗 公子 武器大会 我穿霓裳所做的衣服 拔得了头筹 那日有人找我 说只要我愿意陷害霓裳 便可给我熟身的银子 我只想挣一笔银子 开价属于自己的武器官 我真的不想再待在这个鬼地方了 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去官府搞罚我 我真的不想吃官司 更不想做老老公子 那你现在告诉我 是谁给了你银子 又是谁让你陷害霓裳的 是谁给了你银子 只要你说出来 我保你周全 但是你若不说 小璐 带她去见官 好 我说 我说 你给你加价 你 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